141.如何防止产妇中暑 1.起居室要讲究卫生 避免穿堂风 2.注意个人清洁卫生 分娩一周后,每天应用开水擦洗身体 稍后可以进行淋浴 穿着柔软稀汗的衣服 3.多吃易消化营养高的稀薄食物 多吃水果、蔬菜、西瓜 尽量多喝些温开水 也可喝绿豆汤 4.及时治疗,不要延误 142.乳母应祭服哪些西药 1.抗生素,如红莓素 绿莓素、四环素、卡纳素等 2.镇静剂、催眠药 如卢米纳、阿弥陀、安定、安宁、绿饼等 3.镇痛药,如麻菲、可带因、美砂酮等 4.抗甲状腺、抗甲状腺剂、硬氧密定等 5.抗肿瘤药 如福二、杨密钉等 6.其他 如黄安药、益烟饼、阿斯匹林、麦角、水洋酸钠、蟹药、力血瓶等 总之 产妇用药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进行 打针也该注意 143.产后应济用哪些中药 产后一定要济用大黄 此外,草麦芽、逍遥散、薄荷有回奶作用 未乳的母亲也要济用 即使一些对产妇服用有益的中药 也应尽量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